全球加密货币领域接铃爆发负名消息 让各国对加密资产业避之唯恐不及 但新国却在这个时候力推区块链 币圈进入冰河期 难道新国恐怕吗 新加坡认为别人眼中的风险还有危机 正是他们追求金融话语权的大好机会 因此他们在区块链的领域力推五大目标 积极抢占加密资产领域的话语权 新加坡坚信这场币圈寒冬将迫使 所谓资产行业变得更精简更强大 因此设定目标 努力将金钱导入城市编码特性 让金融交易透过城市和去中心化金融形式来进行 从而降低成本和提升效率 峡坡金管局也亲自参与技术创新 与多家金融机构完成代币化外汇和政府债券的交易实验 为了就是理解产业问题定定适当标准 确实是有挑战 有些的领域可能不可以保持着 跟随时的领域的领域 但是我相信 Singapore是一种最高的国家 在看法规则的领域 基于什么在发生 不怕壁圈寒冬 因为新加坡放眼的是 区块链的未来 为了降低永续监管成本 达到及时汇款和原检 结算的特性 西大坡积极消除 跨境支付的成本门槛 透过区块链分散式账本技术 成功将新币和美元交易 结算时间 从几天所短至几分钟 民间企业也积极将区块链技术 运动在各个产业 我们想要介绍更多 传统的游戏者 进入全链链和虚拟空间 我们将会让NFT资计 买现在赔后 最重要的是 新国懂得放大自身优势 在金融新创的赛道上全力冲刺 他的思维与做法 值得台湾解禁 以上就是华语新闻特别 记者能用程 在新加坡的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